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翻不过来了 国内据说是从8月31号大概是 到9月4号 什么火葬场不开门 医院不开门 生孩子的地方也不知道让不让生 反正是有门的地方都不开 有门的地方都不开 基本上是这么回事 有鸟的地方不许飞 对吧 那人们不许出去 鸟不许上街上天 我们只是北京了 至于说吃饭不吃饭 你一定把家里 我估计人家有餐馆 很多餐馆 那买卖 人家宁肯不添乱 人家宁肯不要那钱 他也不愿意找麻烦 你说那炉灶一点着了 你保不齐现在哪又炸了 山东 对吧 31号夜里11点多 不是又炸了一个化工厂 你弄不清楚了现在这事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全关了 特别是北京城四周 全关门 为了迎接 9月3号大阅兵 为了迎接9月3号大阅兵 他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朋友们还想不明白 大阅兵没有任何对外的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请来最主要的贵宾 是普京 俄罗斯总统 对不对 70年前二战胜利的时候 那时候胜利的是什么 那叫苏维埃 苏联还没解体呢 老俄罗斯没了 新俄罗斯没出来呢 那你哪扣不着的 哪两头没祖宗的 这么个头叫普京来了 做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嘉宾 而干这活的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也是山里的寇 在陕西山洞里猫着 搞女人卖哑片的 你这事就是说非常邪门的事 真的 推出的口号 其实稍微明白点人 你能扎不出来 他叫中国人民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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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的口号里 确实只说了 中国人民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他对外没有任何含义的 没有的 但是他表现出 要向对外表现出这种氛围 对吧 而他主要的是对内 是今天主政的人 要通过这个方式 来宣示自己的权利 向谁宣示呢 向要杀掉他的人 跟他不干的人 制造这一波股市金融风波的人 制造这个 去年的香港的整个动荡事件的人 制造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人 他要向这批人 一句话 在过去两年多里 被他反腐打下去的人 他们的整体势力 就是今天主政的人的死对头 BBC有篇报道 文章提供 这么说 北京军国主义的危险 美中网络叠战 在外国人的角度当中 你搞大阅兵 在过去时间里面 搞大阅兵的 就是共产党独裁者 跟纳粹希特勒 正常社会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干这 所以 那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当中 站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讲 他一定叫军国主义 我就说这是 花钱买的 搞什么军国主义 金融时报讲 9月3号大阅兵 纪念抗战70周年 本来是一个纪念 过去的阅兵典礼 但对亚太地区来讲 中国的阅兵 传递出不安的信号 我只能说 这是老外的认为了 地缘政治说 中国的进攻性 令许多亚洲国家担忧 根本就不具备进攻性 不具备进攻性 对吧 9月3号大阅兵 9月3号大阅兵 8月12号 天津就给你炸一盘 8月17号 全国军队武器弹药库 进行彻查 跟日本人没关系吧 跟台湾都没关系 跟菲律宾也没关系 为什么 他找不着谁是他的敌人 他找不着今天谁要杀进中南海 打什么灵国 自己都不知道那子弹会从哪杀过来的 今天主政的人先搞清楚谁要杀他 还能闲得出功夫来说打日本人 而台湾时报的另外一篇文章讲说 美国正在准备制裁中国网络间谍和黑客攻击的个人和公司实体的计划 白宫的这一举动 无疑将给中美之间的关系带来动荡 特别是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过去的时间里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对吧 那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2015在过程中还没有变 还在过程中还在变化中 很多事情是发生的 很多事情的发生的背景 是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之基础上 而这基础的一切是以中共为平台的 以过去整个中共主政的这种环境为平台的 如果在未来的短时间里出现就像 天津大爆炸 东方之星 在香港出现的建制派的这种公投的 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 在共产党的遵义会议所在地的遵义 一栋楼骤然疲掉 这种不可预测 但在历史的必然中发生的事件 会让今天的中国的一切都改变了 从东方之星的一发生 我就跟大家讲过 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发生事件之中的人和周围的人 缓不过神来就发生了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提醒的 是我跟大家一再说 你是生活在自己的灵魂上 还是生活在自己的肉体上 肉体是贪婪和欲望 死站着不放弃的 尽管他站着也没用的 生活在灵魂上 是道德的 尊严 明辨是非 懂得善与恶 你必须拒绝恶 没说谁对 没说谁错 必须拒绝恶 退党退团退队 这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你拒绝邪恶的具体的做法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但未来发生的事情 就像已经发生的一样 当事中的人 你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 就发生了 不信就走着瞧 中国下令停播娱乐节目五天 纪念抗战引发热议 这是据说到天安门广场周边 旅游的人遭到不同的警察的检查 我都搞不清楚 你看起来这都是小妹妹们 这个政体 这个国家这个政体挺邪门的 那么多人不干正经事 他有钱花 邪了门了 他有饭吃 你就邪了门了 我跟你说 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干的 有网民表示 国家阅兵是好事 可是整什么都关停 你是怕老百姓知道事端吗 他是不知道谁会杀他 会杀他的人 不来自外道 只来自里头 老百姓为庆祝反法西斯 胜利70周年高兴的同时 政府不该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 那也有人说 9月1号本来是开学的日子 但是北京市的学生多放一周的假 为保障70周年阅兵顺利进行 所有的北京老百姓 今天都是有可能制造 在大阅兵期间的任何不稳定的因素 那谁是共产党的敌人呢 每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都是共产党的敌人 下面讲的很多了 我觉得没必要可讲了 刚才我都讲过了 我觉得就这么点事 好 什么东西都一定走到头 然后当走到头的时候 掰折了他 曼谷四面佛的爆炸案的主贤诺网 这个主贤诺网之后呢 竟然是一个拿着中国护照的人 那他只是说 这位嫌疑人是来自于中国西北部 动荡地区的新疆 那该地区呢 知道生活众多的都是维吾尔族人 他讲 他说不清楚的是 他身上搜出来的护照 到底是伪造的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上周六抓捕的另外一个人 拿的是土耳其护照 是伪造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难 很难评述的一件事情 很难评述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 作为这个曼谷警方 泰国警方 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恐怖袭击 所以 最后 后面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此之前 确实是 泰国警方把一百多名 包括小孩 包括妇女 那些维吾尔族人 遣送给中国大陆 而那些人 是从中国大陆跑到泰国 寻求避难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